在這個經濟危機裡頭 其實我們過去談過很多次 很多人談談說 習近平打破了第三任期 我說第三任期不是問題 因為內閣制裡頭 有些人就當政可以打16年 12年都不會出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 他打破了集體領導 而他本身呢 一個人所用的 政府主要的官員 都是親信 在中國所有過去的歷史裡頭 人類所有歷史裡頭 沒有成功的政府的例子 現在他要命令 這麼大的一個危機 最近有些人剛好年齡到了 他必須要下來就換了 就財政部長 新來的財政部長是能幹的 然後他馬上提出一些政策 用新債來換舊債 挽救中國的財務危機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正式地公布 我們說消失的國防部長 李尚福 他正式地公布 他撤還他 理由是貪腐 但請注意 習近平的確在中國掀起了 反貪腐的風潮 剛開始得到很多人的掌聲 其實大家後來發現不對勁 他的反貪腐 好像也掺雜了政治鬥爭 他用這個名義抓了很多異己 或是異己身邊的親信 為之警告 所以李尚福呢 作為他的親信中的親信 作為去年黨代表會才剛剛選上來的 今年30才剛剛任命的 這代表什麼 代表中國軍方內部的一個不穩定 習近平的不安全感 還要再抓軍權 而且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 讓他覺得他的領導地位是有所威脅 當中國經濟陷入危機 也危及自己的領導權威時 習近平做了兩件事 一是整頓軍方人士狠抓軍權 二是盤整財政家當 酸緊錢袋 也換了個更能幹的財長 企圖緩解龐大的地方在 拖累中國經濟的增長 14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 24號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會議經表決決定免去李尚福的 國務委員 國防部部長職務 免去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 消失於公眾事件兩個月後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 被正式宣告罷免 而上次的人大常委會 被拔掉外長一職 一度能保有國務委員的秦剛 這次也等於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外交與國防的兩項人士 夾雜在24號的全國人大常委會 眾多的議案與人事案例 凸顯北京企圖讓這場高層人士 動盪的政治風波亂著陸 關於人事任免 建議大家以新華社授權 發布的信息為準 我沒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 但官方始終沒有解釋 兩人為何下台 而外界對秦剛的落馬 以大致有宮外生子 生活作風問題的故事輪廓 但李尚福遭到撤換 卻有不同的消息來源於解讀 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 7月底突然發布一紙公告 要徵集至2017年10月以來 裝備採購招標 違規違紀的線索 而李尚福恰恰是在2017年9月後 出任裝備發展部的部長 我宣布空間站天河核心艙發射任務 獲得圓滿成功 與過去中國防長大多出身實戰部隊不同 李尚福畢業於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 一開始就進到軍改前 是總部之一的總裝備部 下轄的西艙衛星發射中心工作 而他在軍方航天系統期間 正是中國在這領域投入資源最多 也最有收穫的時期 李尚福在2019年 由習近平親自拔著晉升為上將 當時他除了同款中國軍方 龐大資源的航天工程 更主導解放軍對外軍事採購 這包括在2018年 向俄羅斯採購蘇-35戰機 與S-400防空系統 也因此違反了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令 李尚福遭美國列入黑名單 路透稍早引述多方消息的獨家報導 符合了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 所公告的貪腐問題調查方向 而貪腐人員的規模 從解放軍擴大到航天與軍工系統 一直有八人遭到調查 而貪腐問題或許是表面上 對李尚福落馬最合理的詮釋 但反貪腐也正是習近平上台後 肅清一己的慣用手段 文獻世界周報的獨家消息來源就指出 從稍找火箭軍一鍋端的整數 到李尚福的下台 都和軍方高層與習近平 在對處理台灣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 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 但絕不承諾 放棄使用武力 問題就出在習近平下令軍隊 為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做準備 軍方雖然為此積極備戰 但對於真的要對台動武卻存有疑慮 李尚福更認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反對習近平的武力侵台計劃 這在習近平強調的政治忠誠度上犯了打擊 更壞了習近平在經濟增長乏力之際 以對台動武轉移內部壓力的布局 因此才以反貪之名 出手整頓軍機 會議經表決 免去劉昆的財政部部長職務 任命藍福安為財政部部長 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於批准國務院增發國債 和2023年中央預算調整方案的決議 14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於授權國務院提前下達部分 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的決定 而這是24號的 人大常委會另一個重要的人事安排與決策 新任的財長藍福安 9月底才從中共3C省委書記任上 急調附近任財政部黨組書記 準備接手財長 雖然是空降 卻是回歸他的老本行 藍福安在1985年 畢業於湖北財經學院財政金融系後 就進了財政部預算師當課員 隨後回老家廣東 進了省財政廳 一路幹到副廷長 期間與王岐山在廣東時期一同處理了1999年廣性破產事件 而藍福安這次進駐財政部 顯然還是看中他的危機處理能力 要應對中國因龐大的地方債 造成地方政府難以公共投資帶動增長的問題 這次人大常委會通過上條今年預算 以應對自然災害事件的名義 蒸發一兆人民幣的國債 雖然突破3%的財政赤值紅線 但把資金全數給地方使用 而且本席都由中央政府負責 以緩解地方的財政壓力 雖然今年的赤字率有小幅的提高 但我國政府的負債率 能處於合理的期間 整體風險可控 此次蒸發的一萬億元國債 全部通過轉移支付方式安排給地方 而在抓軍權與盤整財政同時 習近平也試圖緩和與美國關係惡化的外交壓力 本週他會見了美國民主黨籍的加州州長紐森 《紐約時報》指出 北京對紐森的高規格接待 正是為11月在舊金山EPEC峰會上的習拜會鋪陳氣氛 與此同時中國外長王毅也正式訪問華府 磋商習近平的訪美行程 事實上中美除了營造習拜會前的友好氛圍 也在一些爭議性的問題上 做前期的議題設定 中美國防部都先後公佈兩軍機艦在海空遭遇的視頻 相互指責對方的挑釁與危險行徑 這會是一個機會 讓我們跟我們繼續有關的關於 承認的關於承認的關於 承認的承認的承認的承認 特別是在南中國海外 但是這會是一個機會 去探索的方式 我們可以繼續保持這些網路開放 以及嘗試開放 軍事通關於軍事通關於軍事通關於 在高層對話陸續恢復後 華府能呼籲重啟 中断许久的中美部长级军事沟通管道 过去因李尚福遭美国制裁 在稍早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拒绝与美国房长奥斯汀丁举行正式的会晤 而李尚福落马后 似乎意外地创造了重启对话的契机 只是罢免了李尚福 习近平并没有提出新的房长人选 是否另有盘算 留给外界许多问号